呼喚公主 呼喚公主 這個包可以說是我今天的第一名 完全就是耐用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妹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同樣要為大家介紹名牌的包包 今年的秋冬你會看到有些品牌 它會去開始增添一些不同的顏色 在這個沉悶的冬天裡面 先看第一個是我的愛牌product 這個包包可以說是延續之前的 一個大型手拿的這個揉捏包 SIGNUS這個包包 它是透過了這個超柔軟的 這個NAPA的皮革 用拉鍊拉開來 這個包包它在袖上面的拿法是這樣 它還有一個更大的 它袖上面是拿超大超大超大 看起來像睡袋的 這個包包用這樣子拿 很好看 就是用這樣子 它是一個T型的結構 上載下寬 用手這樣子拿著 它這個肩帶的設計也不太一樣 就是它在整個包包的設計上面 變得非常的圓潤跟低調 它就變成長的小書包 而且它超柔軟 遠遠看有點像一個抱枕 它裡面充滿了空氣 大家如果有看秀的話 你會看到RAV把這個 Prada的經典三角的這個LOGO 它放在衣服的背後 大衣的背後 用一塊布的車縫的方式 來呈現這個品牌 並除了原本的這個金屬 或者是明顯的嘉輝的 Prada的LOGO 做成的SINNER 這個是一個很有風格的包包 再來呢 這個很可愛的經典的 三角形的LOGO 被設計師做成了一個立體的 有點像我們的粽子 香包 它摸起來觸感真的好棒喔 然後它雖然這個包包 它是做手提 可是它有附肩背彈 這個紫色在這一季的Prada 非常的重要 他們在男女裝 都有大量的這個紫色 男生還有這個紫色的皮衣 Oversize的這個飛行夾克 很好看 台灣穿不到喔 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冷 我好羨慕有冬天的地方的人喔 你們的冬天可以穿很多很漂亮的大衣 我好羨慕喔 當然 Prada一直以來有很多小包 受到很多女生的歡迎 你看這一個 這個應該是CLEO 它也有長肩帶 除了你可以手提之外 它也有長肩帶 可以背換 雖然有些人會說這個包是廢包 但是 我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是出去玩的時候 其實 這樣的一個 小小包 而且這個皮革的處理 真的好漂亮喔 說到Prada 我們就會想到MiuMiu對不對 它在七夕情人節的時候 推出了這個 好可愛喔 真的是一個超可愛公主的牌子耶 好可愛喔 毛線編織 說到毛線編織 你會想到誰呢 Tom Daly 我覺得Tom Daly 真的 他好厲害喔 他居然一天織出一件毛衣耶 然後他幫他的金牌 編織了一個小衣服 然後幫他老公編織了一件外套 然後他自己也有一件外套 超厲害的 這個 不好意思 這不是Tom Daly編織出來 只是我想到毛線 想到編織 我想到Tom Daly 這個 好可愛的米白跟粉紅 然後珍珠 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MiuMiu的包型 然後當然MiuMiu的皺褶包 然後你看他這個鏈條 他是可以把他拉長之後 珍珠變得比較短 在前方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把他變成同腹的 珍珠會變成這樣 呼喚公主 呼喚公主 我們的假人安妮 她自己跑過來了 我覺得很搭耶 喔對對對 那你來背給她 你看 很搭 好下一個呢 就是Buggeri 寶格麗 寶格麗他們一直以來 你想到寶格麗 就想到他的包包上面 一定會有舌頭 那麼之前的寶格麗的舌頭包 它上面比較多珠寶的元素 然後呢 舌頭是比較大的 今年2021開始 他們推出了全新的舌頭的設計 你會看到這個舌頭的位置呢 看起來比較小 那當然一樣就是在眼睛的部分 舌頭的眼睛的部分 還是有這種珠寶的香籤 可是這個舌頭的存在感降低了 頗有一些些那個 Ambush 跟Buggeri聯名的那個系列的包包 我有入手一個螢光色的 我後來送給了新美姐 她就是把包包跟這個舌頭 做同色調的皮革的包裹 我好希望她能夠再出 我再出一次好不好 拜託寶格麗 因為那個系列真的很好看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那樣子 比較低調的意向的話呢 她這個包包上面的橫縫 用的也是比較寬 比較粗曠一點點的 所以配上你看 基本上跟她的橫縫 快要一樣的寬的距離的寬肩帶 我覺得這個搭配非常帥 哇男生背也超好看 尤其這個寬背帶 我真的要給她100個讚 再來這個包 來自Seline 那Seline的這一個包呢 她的意義比較不同的是 這個是Heddy就任Seline的設計師之後 第一個帶來的包款 161616 16back 那麼這個1616這個來源呢 就是他們的總部的地址 就16 那麼這一季 它帶來的全新的這個16back的系列呢 就揮別了以往比較挺 比較上班族 比較正式感覺的這個包包 它加入了很多生活的柔軟的 貼附身型的更生活 可是呢在設計的語言上面 還是延續著16back這個地方的這個弧度 跟非常漂亮的這個鎖扣的五金 我個人覺得寬肩帶真的很帥耶 而且你看這是不是秋天的顏色 就是濃郁的咖啡色 配上那種莫蘭迪的色調 或是中性的色調 這非常好看 一樣是Seline Seline的這個凱旋門的這個標誌 真的是受到很多人很多人的喜歡 那我手上的這個 我覺得它是兩用包 它可以當成你的腋下包 shoulderback 或者是呢它也可以套在手上面 變成手拿包 Seline有向巴黎市政府申請 來使用這個logo 那麼巴黎市政府認為這個品牌 其實能夠代表巴黎 所以允許他們使用防水的Canvas的材質 然後配上這個金屬的logo 你會覺得在使用上面就不用那麼的擔心 它不會那麼的焦貴 因為有些皮革你會覺得比較焦貴 但它整個的型 即使跟你的運動服都可以搭配 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這個包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灣其實是有Valentino的專櫃喔 信義維蜂一樓是女生 然後呢在南山維蜂有男生 Valentino他們這幾季把這個Valentino的V的這個logo的把玩 不管是在皮帶上面在包包上面在衣服上面 甚至於這個黎明浩他在戲裡面也都穿過他們家的衣服 而且他把這些博釘有做輕量的設計 所以雖然看到這麼多的金屬博釘 可是它的重量是可以接受的 看 大大的博釘 跟一個V的logo 它有附上這個皮革的肩帶 你在上班的時候你可以用皮革的肩帶 比較正式一點的場合用皮革的背帶 出去玩的時候就換成博釘的背帶 帥耶這樣子很帥耶 除了這個米色你看黑色 黑色加博釘真的是一個帥爆了 真的我覺得黑色跟紅色加博釘都非常好看 然後呢Valentino的包包就是它裡面都用紅色的那裡 黑色的網釘就是平常比較酷的人 然後呢如果你平常是比較上班族比較女性一點點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米色的 對老實說我以前都是在日本買的Valentino 我還沒有去逛過台北的Valentino 對不起我改天去逛一下 Burberry 這一季綠色對於Burberry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有一種來自大自然的感受 前一季是來自海洋 這一季你會看到它的秀是在森林裡面 魚罐的走出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綠色是這一季他們非常重要的 然後TP的這個Logo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歡 有一點牛仔丹寧 然後呢福科的這個Burberry的字樣在上面 帥耶 Lola就是很好裝 很低調但又很有個性 配上金色的五金 其實在Burberry家的服裝也都是那種 有很多帥氣的風格 然後呢又帶一點點大家龜秀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女生 在Burberry裡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樣子 再來這個我之前有介紹過的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Olympia的shoulder bag肩杯 這個包包呢是Burberry最受歡迎的一個shoulder bag 因為最近真的很流行shoulder bag 就是腋下包 帶來這個大家龜秀包 半立方包 它秀上面是比較大一點的保齡球包 然後這個呢就是屬於比較生活裡面用的這種 中型的這個小保齡球包 可以用手腕 小帥氣當中又帶一點大家龜秀 我覺得是Burberry這幾季一直以來 就是女人女孩中性 然後它可以非常漂亮把它融合在它的所有的設計裡面 再來是Chloe 喜歡大包的人熟悉Chloe的朋友 應該都一定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包款 不過以前Chloe的包呢就是以重為名 Chloe的皮革用的非常好厚度很厚 就是一輩子都用不壞的 可是非常重 Chloe以前最有名就是鎖頭 它那個鎖頭很漂亮 但也真的是夭壽重 可是全新的這個Chloe的這個包款 它把EDIX重新回歸 這個真的就是生活包 你看就是兩天一夜三天兩夜的輕旅行 那同步它也有出一個小的 EDIX有不一樣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真的還是比較偏向中小包的擁護者 那種粗曠柔質皮革 然後呢 粗針的這個車邊 完全就是耐用 他們的新任設計師他有說 Chloe的這個EDIX包款 是他自己人生當中的第一款包 所以呢他要向他致敬 特別在今年把這個包款 重新的做復刻的回歸 好最後一個呢 來自Longchon的這個包包 Hoshong 它這個包喔 如果你們有看過那個Longchon的包包 它的這個手提 它的大型的包包手提這個地方 這個是它非常標準的這個 把手這個位置固定的做法 那它在這個迷你的包型裡面 它刻意把這個做放大 這是一個很小的包包裡面的配件去用很大很大來展示 你看像這個在一個迷你的包款 它把它很多的其他的元素放大 很特別的一個設計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好像是限定色 這個復古焦糖色 透過了這個粗鍊的設計 好輕喔 這包好輕喔 shoulder bag 超可愛 身超輕 我不騙你們身超輕 好以上呢就是這一季為大家介紹的名牌包包 我都盡我可能的把包包借過來 向大家介紹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也都是用生命來擔保了很 其中很多都是櫃上的正貨 只要能夠滿足大家 我們都會很努力很盡力的為大家介紹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按讚我的影片 然後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今天的包包對哪一個最有興趣 哪一個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呢 還有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凱文小的美 我們在下一個新鮮貨再見